新竹有一位画家 喜欢将生活环境融入画中 作品受到国际肯定 曾经受邀到日本交流 也到过巴黎参加展览 但其实他不是美术科系毕业 只是凭借着一股热情 退伍之后开始接触绘画的工作 后来全心全意投入 尽管一度生活困顿得需要到超商打工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创作 终于成功 走进大门 精巧的庭院映入眼帘 看似平常的眷村建筑 隐藏的是画家张丽叶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是我来新竹之后 第二间工作室 我在这个工作室已经待了十年的时间了 这中间经过很多的改建 原来这个房子是比较一个古老的一个房子 现在基本上这个工作室有两间 所以它是一个L型的 基本上我创作室在那边 这边我大概就是当一个仓库储藏室 跟一个小型的展示间 就是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作品 完成之后放到这个空间来 刚好可以让自己去感受一下自己 那个创作的那个气氛跟成果 所以这个刚好这是最近这十张作品 是我最近在创作的一个新的系列 那这个展览的这个作品的标题 我还没有确定 不过我原来想的是小宇宙 小宇宙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外在有个大宇宙 可是我们内在有一个宇宙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宇宙 用画所比喻的内在宇宙 其实不难想象 因为在立业的画中 有人有自然 而他们自成一格 十张作品 我用了十这个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因为我觉得单色的东西 比较可以呈现一种 比较内在的心灵的气氛 基本上是在画我们心中的花园 我在我的后山 常常每天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拔草浇水 它是营造外在的一个花园 某次台风带来了土石流 让后院整个几乎全会 但这也引发了它的注意力 稍加整理之后 后山现在是它的重要灵感来源 那我就像一个 开始自己来搬那些土 清理那些东西 所以就开始跟这座山 开始建立一些关系 然后那个清理完之后 我想说干脆就把它 做一番整理 所以这座山 慢慢就成一个 从一个比较荒芜的状态 慢慢变成现在这样子 种满了那个 其实绿盎然 感觉就像一个后花园一样 这个感觉 这成为我 创作上面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养分 所以我现在 跟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新的系列 其实应该感谢这座山 带给我的那个滋养 将生活环境融入画中 一直是它的创作灵感来源 翠绿的后山 透过了立叶的画笔 换画成手上点点的绿 更是最原始的生命动力 我觉得画画一直都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从小 不管是什么样式的形式的画画 其实都一直都没有中断 基于对绘画的狂热 即使不是美术科系毕业 立业还是决心一生都要画画 退伍之后选择了插画工作 但渐渐发现插画的工作 没有办法满足他对艺术的渴望 结婚两年之后 那一年我37岁 我突然有一个很强烈 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 就是说 我想要全心全意的 成为一个更专职的艺术家 然后为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更全面的那种 就是努力跟奋斗这样子 那时候虽然是经济能力很 就是很穷 那我一直在想说 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让我 可以有收入的 那时候曾经还想要去超商打工 可是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绝对不会停止创作这样子 就是只有一个想法 坚持不停止创作 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 因为知道没有了画画 再美好的人生 也如同缺角一样不完整 我觉得老天爷总是会给你考验 可是我会给你地狱 可是也会给你天堂 当你穿透了地狱的考验之后 就像阳光会从乌云里面 射出它的光芒出来 那我觉得2006年的年底 是一个转换的契机 那时候就出现一个收藏家 然后就跟我买了非常非常多 收藏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就好像是上帝怕来一个天使 把那个光带进来了 所以我艺术这条路 又可以继续往前走 在立业的作品中 生命树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晨闪发亮的金色光芒 看似灿烂美好 却来自生命里最艰困的时刻 其实那段岁月 是我的人生的一个 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 在整个包括情感 包括生活 都产生一个很困顿的状态 在我记得2000年的冬天那一年 突然有一个晚上 我决定要画一棵发光的树 我觉得那棵树是 也许是我的生命树吧 然后那个发光的树 从2000年之后 在我生命的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阶段里面 我会去画它 尤其在2009年 就我当了父亲之后 我觉得那个韧性被拉大的 在你很疲倦的时候 你只要给它微笑啊 你还是要给它爱啊 给它回应啊 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 也是一个考验 也是一个学习 我觉得这个当父亲的过程 我觉得那个黄金树 那种发光的能量 又回到我的身上来了 连我自己在画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个画对我来讲 是非常的 就是在温暖我的 正因为痛苦的坚持 才能历练出最精彩的作品 而作品跟画家之间 流动的生命能量 不只在画里 也包括许多小物 像是这个收音机 那台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年轻时候的 一个重要回忆 只要我在家里工作 就是有它 所以它是一个 很 我最好的朋友啊 过去的辛苦 历练之后成为艺术的养分 也让它的作品 更受国际瞩目 曾经在北京待了一年 去年受邀到日本交流 明年则是要到巴黎参展 但对他来说 这些肯定只是锦上添花 画家因为作品而存在 透过画作呈现人生的酸甜苦辣 才是艺术的本意 更是它生命的价值所在 就是那种东西出来 是会让人家觉得 有一种那种 吓一跳那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